多华仪 那么当一个晶体中间有多组华仪系的时候 这时候在承载的时候 华仪首先是在取向最有力的华仪系中进行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 在相同的临界分界因力下 这个时候取向因子最大的这么一个华仪系 首先启动 但是在华仪的过程之中 随着筋面的转动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筋面逐渐会转到与拉低轴平行的方向 这取向因子呢 就会越来越小 就逐渐转到这个不利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时候呢就会有另外的华仪系 会逐渐达到一个取向有力的位置 使得另外的华仪系开始华仪 而华仪过程 沿着两个或者多个华仪系 通过这种交替进行 或者同时进行这种华仪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是多华仪 也称之为是多细华仪 比如说在面性立方 FCC晶体中 如果说我以这个001为拉伸轴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这个101 011 负101 0负11 就是在不同的华仪面上 这些华仪系都可能交替进行 或者同时进行 因为这时候呢 它们取向因子都相近 在进行这样一个多华仪的时候 我们来确定启动另外华仪系的 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影像规则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 确定启动华仪系的影像规则 比如说我们在面性立方晶体中间 这个加载方向是215方向 是在这个方向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首先确定一下 开始启动的华仪系应该是哪一个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一个加载方向215 它所处的这个三角形里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面性立方的华仪面是111 华仪方向是110 因此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能看到的111竹是111 但是能够启动的华仪面 是与这个111要有一个影像关系的 就是在这里是1-11 也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拉伸方向上 它启动的华仪面应该是1-11 这个华仪方向是什么呢 在这个三角形的华仪方向是101 它的影像是哪一个呢 是011 因此由此我们可以确定 在这个215轴作为加载方向的时候 拉伸的时候 它的华仪系是 1-11面和011方向 当这样一个华仪系启动了之后 随着华仪的进行 这个时候呢 要产生金面的旋转和转动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华仪面和华仪方向 要逐渐地转到与拉帝轴平行的方向 也就是在这里呢 这样一个轴会逐渐地与011 华仪方向趋一致 当这样一个拉帝轴方向 达到这样一个三角形里面的时候 原来的华仪系就处于不利的状态 而新的华仪系会是哪一个呢 我们同样用这样一个影像规则 可以确定出来 这时候新的华仪系 它的华仪面是-1111 它的华仪方向是101 所以这时候呢 新的华仪系将是在-1111华仪面 和101华仪方向进行 那么这个时候华仪的时候呢 这样一个华仪系 也要与这个拉帝轴方向逐渐趋一致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时候呢 这个拉帝轴方向将与这样一个 华仪方向趋一致 它将往这边来华仪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华仪 是在这两个华仪系中间交替进行 而这样一个华仪 我们就称之为是 多华仪中间的超越现象